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尽难遭遇 我今将愿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好 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讲《相关主要论》当中的剑道 讲剑道的时候 剑道当中断除的边际部分 这个边际部分讲四种分别链 趋入所取分别链 舍弃所取分别链 还有石油能取分别链 甲油能取分别链 前面每一个分别链分九种 这个已经讲完了 今天最后一个 也就是说加油分别链 第四种分别链当中的最后分别链 讲《光说加油能取分别链》 那么我们分科班的时候 对小乘的菩提戒录 取为加油的分别链和 对大乘的师父 对大乘的菩提戒录 也有加油的分别 还有他的色意 分三个方面来讲 首先对小乘的这些师父 具有分别链的人他是圣者 我们昨天说 前面以圣和圣者而别的 圣者来分的 这样石油的分别链 谁的相续当中存在 是凡夫人的相续当中存在 加油的分别链 是谁的相续当中存在 就是圣者的相续当中存在 那这样的话 产生分别者也是圣者 所产生对境的菩提戒录 也是圣者 这个圣者分大乘和小乘 首先是我们讲的小乘 作为对境的这么一个分别链 颂词当中讲 不如所为圣之道 为非道 为圣具有灭 具不具道心安住 讲这个颂词 我们讲了 加油分别链 总共有九种 那么属于小乘的 小乘胜者作为对境的有五个 大乘胜者作为对境有四个 总共有九种 那么有九种的话 首先我们讲的是第一个 第一个他讲的是不如所为 颂词当中讲的不如所为 意思是什么呢 比如说作为一个圣者 然后他对小乘的果没有像大乘那样的三大所为 大乘悟 大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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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样的 而是什么呢 他这里讲的是不如所为生 也就是说他的果是怎么样产生的呢 他就没有像大乘那样的 这是小乘的自己的 比较下等的果已经获得了 这个认为是自己的究竟果的 具有这样的心态的菩提戒罗 菩提戒罗认为它是加油存在的话 这是第一个加油分别念 我们如果看到一个小乘胜者 他对没有什么大乘大乘这方面的 但是他自己有自己的一个果位 这样的人不是石油的 是加油的 我这样认为 这个叫做第一个加油能取分别 第二个 他已经趋入了小乘 然后他这里颂词当中这么讲的 知道为非道 他自己认为小乘是非常好的 而执着的大乘的道 他自己认为这并不是很究竟的 就像《经传论论》当中专门有一品 建立大乘为神教 也就是说 小乘他自己的道认为是最好的 然后作为大乘的这些道 他认为不是究竟的道 不是佛陀所说的 这样的菩提戒罗也好 这样身份的人认为是加油存在的话 那么这是第二个 也就是说 第二个菩提戒罗 认为是具有加油的分别量 第三个就是说 不管是对世俗的 因的法也好 果的法也好 然后因为小乘一般对世俗的 诸子 品子等这些法 包括因法的佛果等等 果法的这些 因法的一般诸子 品子等等这些 他们都认为 他具有神 也有灭 那么神和灭在生意当中 在世相当中应该是存在的 他这样认为的 为神具有灭 一切有为法的话 他也有灭的世相 既然有灭 也有神的 而且神和灭是有存在的 这样的菩提戒罗 分别为是加油的 他以这种身份的 我们要知道 小乘认为神灭 在生意当中是存在的 那具有这种见解的 它这里所依的话 具有这种见解的 菩提戒罗认为是加油的话 那么这是第三个加油分别念 然后第四个 它这里具不具道性 也就是说 这种小乘孙子 他在入定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了违缘 不具足修道的缘起 而如果没有违缘 他就继续不断地修行他的等持 具有这种身份的 菩提戒罗认为是加油 这是第四个分别念 大家也知道 一般很多人也是修行人 他违缘具足的时候 修行都修不下去了 不管是入定也好 出定也好 什么都修不下去 而顺缘具足的时候 基本上继续下去 坚持下去 这是我们凡夫人 确实也是这样的 而圣者 他们也有这种情况 作为小乘行人 他只要在入定过程当中 周围有一些嘈杂的环境 声音 这个时候 他就没办法入下去 他如果很寂静 他的饮食 住处全部顺缘 具足的时候 他修行圆满 所以我们认为 这种性质是加油存在的话 那这也是一种所断 这也是所断 因此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 修行其实也并不是容易的 即使获得圣者的时候 他的入定 他的道行 他能不能继续下去的话 还是依赖于他的违缘具足不具足 如果违缘具足 身缘不具足的话 好像圣者修行也是非常难的 不要说我们凡夫人 我们很多凡夫人 的确也这样的 比如说今天身体很健康 心情也很稳定 没有什么 包括天气也不错 在这个时候 自己不但修得也是很好的 说的话也比较大 自己经常谈一些 自己修行的境界 甚至我在梦中看到本尊 我对上师的信心 永远不会退转等等 因为天气也好 吃得也好 也没有什么事情做的 但一旦天气也不好 身体也不好 从此很多道友就开始说你的过失 上师也批评你 然后自己各方面违缘出现的时候 那原来的这些高法 大法 高境界 这些都是全部没有 不但没有 还要对佛法生起邪见 甚至抛弃等等 所以凡夫人有些修行的境界 可能还是要看自己观察 而且我们具足深渊 天气好的时候 不能吹得太厉害了 有些人真的 具足特别大的违缘的时候 你也不要太失望了 这不是佛法给你带来的 前世的业力 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因缘 修行好不好 看这个人在不顺的时候 或者他遇到一些 挫折和障碍的 那个时候看他的心态 如果那个时候真的 用上佛法说明修行比较成功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 一切顺缘具足的时候 看不出来 谁都看不出来 那个时候谁都有微笑 谁都有一些比较开朗的心 而且对自己也是充满信心的 其实我们对自己充满信心 应该心态好的时候是不可靠的 心态不好的时候 看看你修行的境界 看看你自己各方面的状态 这个时候应该能看得出来 因此他这里这个道心 也是具不具足随缘文缘 还是依赖于这样的 所以作为圣者也有这种差别 第五个 在这里颂词当中讲安住 安住意思是什么呢 像这种小乘的圣者 他在厚得的过程当中 以实有的执著来 安住色身香味等等 或者色素相性等 这些无垠法的这样的菩提切勒 也就是说 他还有相续当中 具有所知障碍等等这些障碍 这样的话 从大体上对舍法 他肯定证悟空性的 否则没办法证悟任务的 但是也有些细微的舍法 他还是有私有的执著 因为他对两个 威城和刹那没有证悟 这样的原因 以实质来安住舍法上 实质安住也好 实质来住于这样的舍法 这种身份的菩提切勒 分别为加油 那么这是我们第五个 加油能取分别 这是作为小乘 圣人作为对境 相续当中产生的 五种加油能取分别 下面讲对于大乘菩提结勒作为对境 产生的加油能取分别 总共有四个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坏众心无稀求无盈 即缘诸敌者 只有这个颂词 首先第一个 这里总共有四个 第一个就是坏众心 什么是坏众心呢 因为一般来讲 作为大乘圣者 他原来自私自利的 小乘众心的众心已经毁坏了 而他自己安住在 以菩提心的因缘而发的大乘的中心当中 那么具有这样的发心 或者说毁坏小乘中心的 具足大乘中心身份的菩提结勒 如果菩提结勒分别为加油的话 这是第一个把大乘菩萨作为对境的 能取加油分别 第二个是什么样呢 他这里讲是无稀求 也就是说 刚才以大乘和菩提心为前提 毁坏小乘的中心 那么这里以大乘的智慧 证悟生意地的一切诸法 无来无趣 无有任何的提心 这样的果位 那这个时候没有什么希求 他的果位没有判愿 没有所愿 我们现在还没有通到这样的原因呢 我们还是有喜悠哀伤 喜乐哀伤 但是他们没有的 在生意当中所有的果 包括佛的功德等等 无所求的 具有这样的境界 菩提勒的身份 认为加油存在的话 这是第二个 在大乘作为对境当中是加油分别 第三个跟前面也比较相同 因为他也是依靠大乘的智慧 在生意地当中 征服一切万法 无有自信的 正因为这样 他在修道过程当中 一切果的因的因法 也就是说 大法和因法都是不存在的 都没有什么 无因 他这里无因 无有修道的因法 刚才果没有希求 现在这里因没有什么追求 或者因不存在 这么一个境界 具有这种境界 菩提勒的分别为加油的话 第三个加油分别 那么最后一个 机缘诸递者 也就是说 生意当中 这些都是了不可的 但是在明言当中 如果你了知 我们修道的过程当中 他的违品 他的违缘 魔众 还有对自己进行反抗的对手 对手认为是存在的 我们在修行作为大乘菩萨 他在明言当中 还是有这样的分别念 他认为生意当中 魔也不存在的 违品也不存在的 但是世俗当中 好像魔王波勋也是存在的 然后我在修持正法的时候 别人进行反抗我 进行反对我 进行反抗我 这就是我的违品 我的对手 这个也是存在的 有一个道友说 生意当中 这些坏人都不存在 但是世俗当中 这个人真的对我不好 所以生意当中不存在 世俗当中这些坏人对你不好 虽然这个显现上是一个 他自己认为是凡夫 但是作为一个圣者 他这样认为的话 他相续当中的分别 我们在这里是九种分别当中的一个 生意当中不存在 但世俗当中 他的对手 违品 魔障 这些都是存在 这样认为的话 他所有的菩提甲若分别为 加油是最后一种 也就是说 整个加油分别当中是最后一个 这几个最后一句 有一种施与趣分别 以上所讲到的 所有的这些加油分别链 除了我们前面讲的 施有的九种分别链以外的 他这个预趣 意外的能趣分别 这不是所趣 能趣分别 能趣分别 总共有九种加油能趣分别 这些获得第一地菩萨的时候 这些会断掉的 这是我们讲的预趣分别 这是相关中文论里面 稍微有点 这个也不算特别难懂 应该是稍微有点 好像这几个比较相同一样 如果你没有细致地去看 有一定的困难 下面我们科判当中讲到 剑道的智慧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 剑道智慧因缘聚合的差异 第二个 他的果 也就是说断得者 他的果实际上是一种断得 这个方面的 第三个 讲真正的剑道智慧 他自己的提醒 下面会讲 首先讲他的因缘 分为因和缘方面 他的缘成熟教法正法 剑道的缘是什么 他有他的因缘 要产生剑道智慧的话 有一个因缘 那他的缘是什么呢 他的缘就是佛陀所讲到的教法和正法 那他的因是什么呢 亦是具有资粮的加行道 也就是说是 加行道的修行 直观双印的禅定 禅定就是他的因 也就是说 加行道的最后世间第一法 第一世法 这个作为是 剑道的直接因 他的缘是什么呢 依靠教法和正法而获得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要讲到 菩萨的剑道的时候 也要知道他是依靠什么样的因缘 比如说你花园里面 种花的话 它的种子 进去的因就是花种子 不管是什么花就花种子 它的缘依靠眼光 水分 肥料等等 这些都是缘 外面的缘 同样的 剑道的因缘也是需要这样的 因此在座的修行人 很多想自己要获得 真正的 超凡如生的境界 那境界的话 关键的因 靠自己的修行 这是你的一种最好的因 这个因我们每一个人都记住 然后这种因要呈现的话 实际上依靠闻思的 教法 正法的一些力量 那么我们这里因缘的 灌带方法是这样的 下面讲 首先承受缘 教法 正法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为他施菩提 其意为付出 这里讲到了正法和教法 他的正法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获得见到的 真正的缘是什么呢 实际上我们经常 对他众宣说正法 也就是说 宣说正法实际上他这里说 为他施菩提 这里见到的智慧 我们跟有缘的人 宣讲佛陀的正法 佛陀的正法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讲慈悲心 讲菩提心 讲智慧 讲信心 讲出离心等等 这些是佛陀真正的 让我们相续当中能产生的正法 正法实际上是见到的缘 这样的话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座的这些歌远 不一定你要讲法的时候实际上非要举行一个活动 无论在任何时候 包括聊天的过程当中 也可以给大家讲述一些智慧 我们有些人平时讲话的时候 整天讲一些吃的喝的 我以前是什么什么 长得很好看 现在难看 但是只要你说了 也是特别难看的话 你说以前长得再好看 大家都不相信 也没有必要了 所以我想这些也不是很重要 如果有因缘 如具足的话 即使两个金刚道友 具足在一起的话 应该是从正法上面来交流 这个是很有意义的 这也是一个水平 也是一个修行 有些人只要跟别人接触的时候 讲一些无聊的 那这样一方面 讲低自己的身份 另一方面 失去了一些互相传递知识的机缘 因此为他吃菩提不一定 非要开个法会 我一定要讲个课 很珍贵的 不一定是这样的 平时在任何生活当中 因为人居住在生活当中 实际上我们的周围 有很多因缘 在这个时候 一方面自己用正知正念来守护自己的相续 另一方面 真正佛陀的妙法 真理经常互相传递 我们两个人的水平一样 我们两个都可以讲一下 《相关》里面讲的如何如何 《居舍论》当中讲的是怎么怎么 这样讲的话 互相都 格言当中也是讲了 如果两个具有智慧的人 碰在一起的话 产生更高的火化 也就是生起更好的真理 第二个讲起因 也就是说正法的因是什么呢 正法的因是教佛的 《波罗经》当中直接宣说什么呢 佛陀当时要接近涅槃的时候 第二转法论的《波罗》 全部交付于嘉义尊者和阿难尊者 并且佛陀再三定住 宁可其他所有的佛法都已经毁坏了 但是我的《波罗法门》 连一个字都不能失坏 如果失坏 那毁坏了我的《家法》等等 这是我们原来讲《波罗舍颂》的最后一品的时候 也跟大家讲过 佛经里面直接教佛业阿难尊者 但是见解已经说明了 正法的真正因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经教 大藏经 论典这些 那这些我们对有缘的众生面前也要讲解 先自己开始通过辩论 剖析 闻思 然后给有缘的人面前讲解 这叫做弘扬教法 我们现在每一个人 实际上具有弘扬教法和弘扬正法的使命 就是每个人都有 并不是说 因为他是一个法师的行为 他是谁的行为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 他成为剑道的因 既然成为剑道的因 那我们每个人将来也会 要希求这样的智慧 这个是讲到教法和正法 然后第二个 他的因 也就是说剑道的因 实际上是福德资粮的精趣因 这个颂词当中讲 真比无间因 具多福德相 也就是说 能证悟剑道的殊胜智慧 他一定是有一个 他的前面无有间断的因 这个无有间断的因 我们直接了解的 可以说是加行道的 最后的世间第一法 是这么一个机制和圣观 双云的一种禅定 我们上面所讲到的 也就是说教法和正法 还有修持他的无间因 这三者福德是无量无边的 那么作为一个菩萨 他也是需要在一个二生集结当中 通过极大的积累资粮 相续当中才可以产生的 因此不管是给别人讲经说法也好 还有自己修持佛法和修持禅定的话 那他的福德是无量无边的 这个解释方法跟我们这里稍微有点不同 但是也可以这样 更可能好同意的 所以你们自己希望每一个颂词 要多翻一下一些讲义 我们以前学《现观众论论》的时候 好几个讲义全部对在一起 哦 这里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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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全部对在一起 有时候全部对在一起的时候自己都晕了 不知道怎么样 因为很多圣者对颂词的解释方法也是不同的 但我们现在可能资料也是有限的 不管怎么样 还是有一部分吧 希望大家还是哪些生证文是怎么解释的 你自己是怎么解释的 原来我刚刚讲《入中论三界密书》的时候 当时人不多 我们那个时候好像十几个人 然后有一个道友他就说 宗喀巴大师是这样讲的 果仁巴这样讲的 然后我也是这样讲的 好像把自己并列在宗喀巴大师一起 我对他的印象很深 我每次看到他 噢 他就是跟果仁巴和宗喀巴大师一起的 下面是这样的 当时我们认不多 三叶塔里面 下面讲第二个 分为按理大宗观之观点和折破有始终观点 分两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 勾尽无生之 所谓大菩提 无尽无生果 必如此因之 刚才的 加法正法的果 也就是离开了一些障碍的 或者说我们前面断德 其实断德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讲 前面所有边际的障碍 全部断完了以后 他说的什么呢 就是智慧 这种智慧 大乘和小乘都有不同的说法 下面这个观点是大乘和小乘的 共同的 最后佛智慧的一种说法 也有不共的说法 我们大家在这里看一下 看什么意思 那么勾尽无生之所谓大菩提 实际上我们的大菩提 有两种菩提 有一种菩提叫做 可乘清净菩提 还有一种菩提叫做 自行清净菩提 这是我们讲 《宝心论》的时候都会讲过的 也就是说 首先我们讲到 什么是可乘清净菩提 这个是一般来讲 小乘认为成人的 比如说我们一个人 他相续当中有可乘 暂时的烦恼障和所知障 这个障碍已经清净了以后 现前一个菩提 可乘清净万乐的菩提现前 我们大多数人也是这样认为 菩提应该是可乘清净的 我们现在相续被勾染着的 这个染物通过修道 遣除以后才可以清净的 这样认为的 他们认为我们相续当中 具足梵劳症和所知障 这个断完了以后 有一种断德 有断完了的功德 那这个断德称之叫本性胜 烦恼障和所知障全部没有 一般小乘并没有所知障 但是实际上障碍全部没有的话 那么这个叫做本性胜 佛的四胜当中本性胜 本性胜就是离构的部分 还有一个胜叫做智慧胜 智慧法胜 智慧法胜是什么呢 通到一切万物 实相 原来的这些烦恼障碍 这些再也不会产生的 就是真正证悟了 无生证悟的功德 这叫做正德 这个正德和断德 实际上我们经常讲的是 自信身和法身 所有的障碍都断出来 所有的智慧已经现前 那么这个叫做什么呢 远离可乘的菩提 一般来讲 我们叫后然清净菩提 大家都这样共同承认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就是无尽无生果 主要讲这个 第二种说法 虽然这种在小乘的观点也好 我们暂时可以承认的 但是最究竟的 大纵观的观点来讲 你刚才说的是灭尽勾然 其实灭尽勾然不成立的 因为烦恼自己的本体 根本没有成立 烦恼症和所知症 他自己都是生女的儿子一样 他的本体没有成立的话 那就灭尽不存在 无尽 无有灭尽的意思 然后无有灭尽的话 那么障碍没有灭尽的话 那断除他障碍的智慧 智慧从来也没有产生过 那按照这样的次第的话 我们前面的刚才 离构清净叫做离构清净菩提 然后后面的菩提 也就是说无生无灭 没有灭的 也没有生的 智慧也没有什么产生的 然后烦恼症和所知症也没有什么灭的 那这种境界叫做什么呢 自行清净菩提 就两清净吧 我们经常说的二清净 那么这是在《般若经》当中 也是实际上直接宣说了 《般若经》当中直接 怎么说的呢 如果你承许佛母灭了 那这样实际上 等同于承许虚空都已经灭了 那这样的话像这些法 产生也没有的话 灭怎么会是有 所以《般若经》当中非常明显的 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烦恼本来也没有灭的 那怎么会有它的产生呢 烦恼如果有灭的话 那虚空有灭一样的 智慧有灭的话 那虚空有灭一样的 既然它从来没有产生过 怎么会有它的灭的情况呢 所以这是佛陀在《般若经》当中 跟大家已经讲 并且有关经典当中也记载说 就是说 佛陀当时为了让他的有缘弟子 诚信这一点 实现神通 他称除他的大光色 遍于三千世界 他说 我这样的说话 实际上是真实不会的 我三个二生七戒以来 从来没有说过妄语 为了证明这个真理 可以我称除我的光相思 然后给有缘的弟子相看 所以他当时用地式语 来给大家交代 这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要聊到这一点 非常重要的 这一点也是十字仙论师的密意书 也就是说他的密意书当中 也是会这样讲的 我们如果没有通达这一点的话 的确也是我们宗观的深深意义 实际上是没有通达的 很多论师也是说了 这种深深意义 千万不能跟现在有些 巡视者的胡言乱语红为一谈的 如果这样的话 太可笑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很多人根本不知道 佛的智慧到底是什么样的 佛的智慧应该通过修行以后 才产生出来的一种 这是我们大多数人 现在很多学术界的人 他根本不知道佛的智慧是无声无蔑的 他断出来的障碍也是无声无蔑的 既然佛陀也是这样现前的话 那我们现在是怎么获得果位 我们将来在明眼和现现当中 的确也是有障碍 将来有产生智慧 这是在现现当中有的 但它毕竟是一个显现 并不是真正万法的实相 这真正万法的实相 不可能有一个障碍 不可能产生一个心的智慧 如果有它 那我们通过真理来 进行观察的时候不能成立 不成立的话 光说是有 实际上这是一个 巡视者的说法而已 因此像中观的这些 现观众论的这些道理 它并不是所有人的境界 因此《波罗经》 也是只有少数人的境界 就像我们说的密法一样 跟一般的巡视者面前讲了以后 他无法接受 成为非法器 成为非法器 也能产生舍弃圣法的过失 因此很多传承的大德们 对《波罗经》 他要宣讲的时候 对有缘的弟子加以宣说 这是我们汉地的禅宗 和藏地的密法也是一样的 法越来越深的时候 很多人没办法接受 接受的人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有些人的思念听都听不懂 不要说你去解释 他也许可能有一些 不同的分别和巡视 或者邪见 但是他自己的智慧 根本跟不上甚深的法义 因此有很多人也舍弃 这也是情有可原的 自古以来很多智慧浅薄的人 对甚深法门抛弃的现象 也是比比皆是 因此我们将来的 人类历史当中 也肯定会有很多人 舍弃圣法的现念 会有的 这是我们在这里 也跟大家讲一下 下面因为我们前面 建立了这样的自信心 这两个很重要的 希望大家还是 我们遇到了这些知识之后 每天都是应该 学一个新的知识 然后如果不是新的知识 你再更加 你的见解稳固一下 看甚深的佛法当中 到底是 离构清净的菩提是什么样的 自信清净的菩提是什么样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 经常所讲的两种中心 一个是离构中心 一个是清净中心 我们清净众生 每一个人都是有的 我们清净中心的菩提 每一个人都有 一切众生具有如来藏得相 离构这种菩提 现在现前佛菩萨的果位 他们才现前 而我们还没有现前 但实际上 我们自信清净的菩提是最了义的 因为他能经得起 一切理论的折破 下面也关于这方面的一个辩论 那么有两个辩论 一个是以世事力而破 一个以程序显微而破 其实这是在因明当中 很重要的两个破法观点 有一种破法就是 因为它是以世事力 我们说这是一个法二力 因为它毕竟是颠簸不破的 一种确凿的真理 谁也没办法推翻它 这叫做我们学 《戒意会见》的时候 经常也说是世事力吧 世事力还是很重要的 这是谁也没办法破掉的 因为它世事力而成的话 任何人也是没办法超越它 这是一种破法 还有一种破法 虽然不是世事力成立的 但是你自己承认 你自己的前言后语互相矛盾 然后以这种方式来剥掉的话 这个叫做是什么呢 以程序显微 自己程序 自己的显微 一会儿说 我今天身体特别特别好 一会儿说 我今天身体特别不好 我头很痛啊 一分钟当中说两句 矛盾的话 那这样的话 你刚才身定肯定不好 因为你头特别痛 头是你身体的部分之骨 我们一下子就可以剥持它 一只只猫 攻只只盾 以这种方式很简单的 下面看怎么样 前面的观点主要是 小乘有部和经部众的一些观点 他这里讲 因为我们刚才也讲了 小乘他认为 最后得过的时候 有一种灭法 有一种在讲俱舍论的时候 讲觉则灭和非觉则灭 非觉则灭 是因缘不具足的灭法 无为法的 觉则灭 通过剖析和觉则以后 原有的这些障碍 觉则已经没有了 没有的空的部分 叫做觉则灭 这个很多圣者的智慧 也是一个觉则灭 他们这样认为的 非觉则灭讲的时候 经常讲的 地水山没有草 前一段时间 听说 邓子霍佛带一部人到港地水雪山去了 不知道有没有草 应该看到了吧 他们回来了 是吧 你们到时问一下 雪山有没有草 很多论师说 雪山没有草是因缘不具足的 那是什么样呢 下面讲的是 也就是说 污蔑自信中 他这里说 如果承认自信没有一个灭法 我们有两种解释方法 一种是我们在这里讲义当中的一种 还有一种在自信的清净当中 自信清净当中 没有任何的灭 也没有任何的身 这样的一种自信 清净和法心当中 那这样的法心当中 用你见到的智慧 获得第一地菩萨的 见到的智慧来灭尽了什么样的分别 我们前面虽然讲了三十六种 但是如果从自信的清净而言 就是无有任何灭法和无有任何产生的 这样的一种本性为主而讲 那你的见到智慧 到底灭尽了什么样的烦恼症和所知症等等 这些障碍的法内 障碍的法 同时你这样的见到 到底它能获得什么样的智慧 产生了什么样的智慧 灭尽了什么样的障碍 实际上因为 所断的障碍的自信是不存在的 所以没办法灭 世女的儿子他本来也是没有的 你要想杀他的话 也没办法的 本来世女的儿子从来没有得的 没有本性 没有本性的话 你想尽一切办法 想他获得 跟他一起结婚的话 也没办法 他本来都是不存在的 同样的道理 以本性为主而言 你到底要断什么样的障碍 你到底要得什么样的智慧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观察 只不过一切万法的本性证悟的时候 是在世俗名言当中 有一些证悟和有一些所断 这也是武器而存在的 但是这种只不过是现象而已 真正的思想当中 虽然我们可以这么说 自信清净当中 就是依靠无漏的道的力量来 生起智慧 断除障碍 这是可以这么说的 很多有始种也是这么讲的 他们认为 获得阿罗汉果位的时候也是通过修行 最后获得了灭法 获得了智慧 精致和无生知识 这样获得的 这种说法暂时来讲也是可以的 但真正用大乘的智慧 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其实也是得不到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想 比如说 如果用见到的智慧 来现见万法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讲 你所现见的万法 是有构然的 还是没有构然的 如果有构然的话 当你得到见到智慧的时候 如果是有构然的 万法的本性是有构然的 有构然的 这样当你见到的时候 它会不会变成无构的 如果变成无构的话 不合理的 因为万法的本性是有构的原因 所以这种有精 已经成为不符合思想的智慧了 这样不合理的 如果你说对精是无构的 那无构的话 本来也是它是无有构然的 当你得到见到智慧的时候 并没有重新见到的 因为本身它就是无构的 当你见到智慧来 见到它的时候 只不过是原来无构的东西 现前而已 实际上这并不可能变成有构的 那么你如果见到无构 也没有什么信的 因为本身就是无构的 那这样见到 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境界 有些大德也有这种方式来观察 这样的方式来观察的时候 我也觉得可以 《顶戒暴动论》里面也讲过 说障碍它自己的本体也是清净的 那自己的本体也是清净的话 在具精意义上到底有何断除 实际上也是这样的 只不过现在还没有学得那么深 如果我们真的学得那么深的话 我们经常说特别担心的 啊 贪心 嗔心 烦恼 很深重 实际上贪嗔吃这些烦恼 完全是一种幻化的师父一样 本来不存在的养颜 我们当作水一样的 本来不存在的这种福音 我们把它当作真正的人物一样的 实际上它对我们是无利无害的 《入中论》当中也是讲了嘛 十女儿子跟法障碍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你就特别对这个障碍 十女儿子和那个诵词 怎么说 什么 十女儿子对你有何害 读 你吗 十女儿因得害如 是吧 对 这个颂词 这个前面是什么样讲的 一般都前面很不好读 十女儿 天天说 本来我们的障碍和十女儿 两个都不存在的 但是我们经常说 十女儿不存在 十女儿 你为什么要欺负他 约承论是很不满的语气说 本来一切万法跟十女儿子没有什么差别 但你天天说 十女儿子不存在 十女儿不存在 其他法对你有什么样的利益 十女儿什么时候对你有损害的 你对他这么不公平 因此 这是一个 下面还有一个颂词讲一下 下面这个跟卫世众的观点 把他们说成自相矛盾来破得 那么若有欲世法 二语所知上 所思尽诸掌 唯一必为习 他说 按照唯世众的观点 其他的 若有欲 欲世众都是 还有除了刚才前面 欲世众以外的 其他的有些宗派认为 事法他认为到最后 抉择胜一地的时候 能取所取所空的明示 也就是说 没有能取所取的 这么一个明示的形式存在的 因为欲世众通过抉择的时候 最后他的形式是不空的 他认为是唯一的明示存在的 按照你们的观点 认为一切法当中 唯有的事不空 一大集当中 唯有的事是存在的 这是第一个观点 然后第二个观点 于一切所知上 所有的这些所知万法上 佛陀他的相续当中 已经证悟了什么呢 证悟了 一切万法是不存在的 断除了一切的烦恼障和所知障 证悟了三轮提空的境界 这样你一会儿说 一切万法当中只有形式是不空的 它是光明雷脑而存在的 然后一会儿说 佛陀证悟了一切万法 连一切的一切 包括证悟了三轮提空 断除了一切所知障 那这两个非常的矛盾 一会儿说 一切万法当中 心是不空存在的 一会儿说 他已经证悟了三轮提空 什么都已经 今天我遇到一个人你们不是佛教徒说 无云皆空 你还执着吗 其实我们佛教徒说的无云皆空 也不是这个意思 他们现在很多人认为 佛道无云皆空什么都不吃不喝 什么都不执着 这样才叫做无云皆空 我没有跟他说 我想说了也没有 笑一笑 我就没有说 不值得说 浪费时间 说了也不懂他 我说对对对 其实这样也是对别人一种安慰 他自己认为是无云皆空 跟他讲了也是没用的 暂时因缘没有成熟 还不是我们说度话的对象 嗯嗯嗯嗯 他这么说的 这里 也就是说这种 刚才一方面说是形式不空 一方面是万法皆空 无云皆空 那这样 前后的语言是很香味的 所以一般在汉传佛教当中 威士众确实也是非常 以前在唐代的时候很重视 但实际上这并不是因为藏传佛教播持它 藏传佛教不重视 不是这样的 如我们觉着究竟 最了义的佛陀密意的时候 威士众他最后所承认的万法为行事 而且这种行事 他的一塌气在生意当中也是不空的 这一点是威士众他自己的宗派 为什么前辈的很多大德 把他理为又是宗的原因 也是在这里 也是这个原因 因此我们学习《中观庄严论师》 麦彭仁波切有他独特的智慧 威士众跟宗观众之间的相同点 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同时也讲了 我们学习大乘佛法的时候 其实威士众也是不可缺少的 主要是他 设计在名言上面的 然后觉着大乘中观法门的时候 这个中观法门觉着在生意上面 如果这两个宗派 如果我们能一起修行的话 这是非常完整的大乘佛法 然后麦彭仁波切也引用了 很多教证来进行建立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也知道 威士众有些地方 他有不可的地方 但是我们也并不是完全佛人 但在这里弥勒菩萨他说 无以弊威气 弥勒菩萨他以为你们 威士众的观点是非常奇怪 稀有 他都想笑 为什么 你们一会儿说 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 佛陀相续当中 三轮提空 说之上全部断除了 一会儿说 全部空了以后 还有明星的东西是没有空的 那怎么样的自相矛盾 我不知道到底你们怎么解释 我们有些道友 为了维护威士众的观点 经常说 他们如何如何好 好的地方我们也承认 但是有些宗派 也有他宗派心的一些过失 所以弥勒菩萨想笑的话 你就可能 你看怎么样 你自己笑还是苦难 有些人对威士特别维护 但维护的话 没有教证理智力 光是说 我们威士很好 我以前学过 在某某某上师面前 我学过威士 我其实是学威士的 其实你学的也不多 只有两三个论典 现在很多人只是学了一点点的话 我是学什么什么的 现在世间很多 比如说 我是学义的 学义学了很少很少的 有些学的建筑也学的很少 只有画几个图案 学了一点点 出来的我就是学建筑的 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 经常自己吹自己 不过也可以 我们佛教徒当中也许可能有 我是修什么大圆满法的 拿一个特别大的嘎吾河 好 今天讲到这里 我是修个历满法的招羽 我猫有一个小小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